有名中日前入住澎湖救国团青年旅行社 但是打开浴室的水龙头发现 怎么自来水的颜色看起来就像这样子是茶汤色的 眼看流出来的是黄褐色的脏水 让当事人赶紧更换房间 还在水龙头里头加装了顾虑器 但是看到流出来的水依旧是偏黄色的 也打坏了出游性质 对此澎湖救国团青年旅社回应 自来水都有定期做检验 其他房间的水看起来颜色都是正常的 研判应该是个案 也不排除跟管线老旧有关 很香对不对 对 打开水龙头不是透明自来水 反而流出黄褐色的水 底下还冒出泡泡 民众看到不敢使用 你尿尿吗 不是啊 这里不是住家 而是澎湖青年活动中心 预示水龙头自来水像茶汤 换了房间水依旧偏黄 就算加装过滤器 自来水还是微黄 有水却不敢用 当事人过一夜后立即退房 实际到澎湖青年活动中心 员工却表示 其他房间水值正常 澎湖青年活动中心回应 一接获住客反应 立刻协助换房 等退房后也进行修缮 而房间自来水有定期检验 推测流出黄水是个案 也可能跟管线老旧有关 那当然是管线老旧 也是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也时常在注意 在维修 那也马上立即去做更正 澎湖青年活动中心 由旧国团经营 为在花火节主场地 观音亭园区 视野得天独厚 但这回自来水出现状况 坏了民众出游性质 只能等待经营方的管理改善 这澎湖综合报导 这澎湖维合